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歡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直接進這個聖經 我來跟大家分享請 雅各書四章十一節和和本 弟兄們你們不可彼此批評 人若批評弟兄論斷弟兄 就是批評律法論斷律法 你若論斷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斷人的 你知道當初我讀到這個經文 超有壓力的你知道嗎 他說我們不可以彼此批評 我知道我不要彼此論斷 因為論斷就是審判就是judge 所以我不要去論斷弟兄 那當然因為那是神的事 可是我不能批評 天啊所以呢假設 我去一個弟兄開的麵店去吃麵 然後我覺得天啊 這個麵根本沒煮熟 喔這個牛肉麵 那個牛肉根本是 根本那個筋都咬不斷 然後呢然後吃下去辣的 辣的怎麼是甜的 啊甜的怎麼是苦的 然後呢我完全不能跟他講 我要跟他講說 喔弟兄你的餐廳實在是太好吃了 這是說謊 然後呢我說 我如果跟他講你這麵很難吃 這我不是批評他嗎 那怎麼辦 然後假設我們又有朋友 我們假設是做評審的 然後呢今天啦 有一個人唱歌五音不全超難聽 然後後來你當評審的時候 你跟他講 你想說喔我是基督徒 我不可以批評 因為這個人是姊妹 我不可以批評他 你衣服穿得不錯 這到底在幹嘛 我告訴你 其實這是翻譯的問題 如果你有機會去 去搜尋我們的視頻 我們有告訴你合本的 翻譯的背景啊等等的 你就會發現其實真的這個批評 其實是翻錯 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原文 我們看下一頁 也許你這邊字不是那麽清楚 可是你看那個紅色的2635 在四狀聖經編碼裡面提到 2635這個字是批評 你看一樣的2635 在彼得前書2章12節翻毀謗 在彼得前書3章16節也翻毀謗 只有雅各書4章11節翻批評 你想要為什麽嗎 我猜是翻雅各書的拆毀 跟翻彼得前書的拆毀 是不同的拆毀 所以同一個字翻不同的中文字 好所以沒關係 今天你可能還是有這些問題 我們看其他的聖經版本 你就會知道 我們看下一頁 好這雅各書4章11節 一樣的地方的中文新一本 它怎麽翻 弟兄們不要互相毀謗 人若毀謗弟兄或判斷弟兄 就是毀謗律法 判斷律法了 如果你判斷律法 就不是實行律法人 而是審判官了 你會發現這裡就直接翻毀謗 剛才說批評這邊翻毀謗 你當然不可以毀謗人 弟兄姊妹你不能毀謗人 毀謗是犯罪的 犯法的 你當然不能毀謗 你也不要去判斷 不要去論斷人 我們再看下一個經文 這是呂正宗一本 呂正宗博士是一位 很了不起的神學博士 他一個人翻了整本聖經 而且翻得貼近原文 好所以我鼓勵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去讀不同的聖經版本 七種八種聖經版本 你去看你會發現 真的你會看到它真正的意思 弟兄們別彼此毀謗了 毀謗弟兄或論斷弟兄 就是毀謗律法 論斷律法 你如果論斷律法 就不是遵行律法者 而是論斷者 審判者 弟兄姊妹 我還是要告訴你 請不要毀謗你的弟兄姊妹 不要論斷你的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也告訴你 論斷的意思是審判 不要去審判 不要去論斷一件事 你可以講真的是 你可以說 弟兄你這個面超難吃的 你可以說姊妹 你這個歌的Key剛才唱錯 我確實在批評你 可是我是用愛心說誠實話 我希望你的店好 我希望你的歌唱得更好 可是我沒有毀謗你 我沒有論斷你 所以弟兄姊妹 真理神理得自由 我希望你在讀聖經的時候 真正知道自由 因為神已經不再處罰你 不再定你罪 不再去控告你了 神現在要給你一個 全心豐盛的生命 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可以有全心不同的 豐盛美好的生命 讓我為你禱告 親愛大巴天父 我們祝福我們每一位 看影片的弟兄姊妹 來知道 耶穌基督併他聽十字架的美好 來知道在耶穌基督 為我們成就的新約 他說成的那一刻開始 新約開始 我們就不再 不再不再被你處罰 我們頂多被你管教 我們就不再不再被你定罪 我們乃是在上帝美好美好 豐盛的祝福裡面 而神要預備這美好的祝福 給每一個接受祂的人 學書我求你來恩待我們每一個人 真正知道 我們不是被好用聖經捆綁 我們不是不敢批評 我們可以善意的批評 善意的說 用愛心說誠實話 但是我們不毀謗 不論斷人 我祝福我們這裡每一位 弟兄姊妹 真正知道神的話 神的心意 奉耶穌祢祢祷告 阿門